主持人 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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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們找到我們的心 明明心是讓你找得到的 因為如果找得到就代表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所以這裡面當然本身 如果從理解上 從明相上 它就充滿著矛盾 不可行 它真那個樣子 我們心來打個比喻 都只能打比喻 因為它不能直接指沉 不能直接說心是什麼 是哪一個東西 我們打個比喻就打太陽 太陽是你的心 太陽是你的心 也就是體 真正的心 它不是什麼東西 它的象就是太陽的光芒 四色的光芒 我們也可以講到太陽的光線 那用了它就可以照見 這光你是什麼它就照見你是什麼 我們拿這個來比喻 然後你往裡面去找太陽找不到任何東西 但是你可以看到太陽的光 也可以看到太陽光所造的對象的鏡 那拿回來我們的心 我們心是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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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而彼得深意 我們可以再回來拿太陽來比喻 太陽它是普遍的變滿的照 所以叫南巴勒南世 上文簡單講叫南南 南南就是變照 我們的太陽 我們的心跟太陽一樣 我們的心跟太陽一樣 其實本來是變照 無所不照 但是一用你的心 大概只能沉著其中的一條光線 也就是說我往東就照東 往西照西 上下十方 這個已經是很粗的分 我們的心比這個更細 所以你用眼睛去看 就看到了什麼東西 你專心在看的時候 相對的 也就是說那個我 我就大部分就放在眼睛上面 當然就只注意看東西 耳朵聽的那個我就弱化 那其他也是亦復如是 就是說當我們專注在某一塊 比如說我們再來講 當我看著前面的一個東西的時候 旁邊就相對的模糊 相對的模糊 那專心在看的時候 耳朵相對的弱聽 就弱了 所以為什麼會著想 因為這時候你的我 就在這個上面 所以一到這 像我突然想到哪件事 這時候其實只是心等一個閃射 等一個光芒 然後去照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就把這個抓住了 變成最重要 我就是要來處理這個念頭 裡面所想的事情 所以我們永遠都做不了主 因為都本末導致 本是主人 末是一些知知覺覺的東西 但我們人大部分都本末導致 當你在強調一件事的時候 你已經忘了所有的事 比這個更重要的 你都不在乎 你在乎的只是你現在著眼的這件事 那不是執著是什麼 那不是顛倒是什麼 很多比這個都更重要的 你都不管 就只管這個你認為重要 所以我們如果警覺到這個慣性 這個是人的慣性 必然的 必然的慣性 因為我們人是有情 有情就是有執著 有取捨 所以很容易這個在執著 取捨分別裡面就被黏住了 我們要知道這個陷阱 要知道這個習氣 所以隨時都要脫 當你很在乎這個時候 你想一想 有很多太重要的事 我怎麼可以黏在這邊 你就放了 就放開了 那再不行 你若用意識 用理性 還睡不著自己 因為最簡單的 就是往回走 往回走 往回走就是說 回來這個能看的 你看了去找所看的設法 像的時候怎麼辦 用理智怎麼分析都分析不了 這時候頓然放下 頓然放下就是說 我是我 你是你 就很突然的 因為只要是外面的都不是自己 尤其是照見的 色聲相味觸法都不是你 能看到色聲相味觸法的 可以是你 就是這個能見 見聞修長覺知的能力 可以說是你 但是見聞修長覺知所對的 色聲相味觸法 絕對不是你 所以我們就想說 既然不是你 也不是你的 只是你看到 那當然不屬於你 所以你其實要放 本來就是很簡單 那放怎麼放 就又把這個注意力 本來已經注意到那個東西 趕快把注意力再收回來 回到眼根 你如果停留在眼睛上的設法 那就回到眼根 就是那個能看網內收 能聽網內收 反聞 反見 反見見自信 反聞聞自信 那個秀長覺知都一樣 你碰發生在什麼上面 然後就趕快回到根 回到根 然後根呢 它當然就 根就是起作用的這個機制 然後根再化解不了的時候 再回到那個更根本的東西 就真正的回到心 見聞秀長覺知 其實是心的作用 等於是太陽的光芒 不是太陽本身 那太陽在什麼地方 它光照到我們這個地方 這光所到的地方是太陽嗎 不是太陽 但是不離太陽 若沒有了太陽 就沒有這個光 可以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有見聞秀長覺知的功能 不要害怕 不要要把它廢 廢掉武功 灰身滅制 完全不需要 而是要讓它如理 變成對的 給你眼睛你不看 給你耳朵你不聽 不是太浪費了嗎 但是看的是要看到真相 不是要看到讓你起煩惱 不是要看到讓你執著 這起煩惱 執著都是你的無名 都是你錯誤的反應 你看本身沒有對錯 看本身就是一個本能 既然是本能就沒有對錯 但是在這個本能上 所加諸於它的 就變成錯了 不是真就是簡 而且不如實啊 所以我們昨天在講的 有很多大手印 當然也稍微提到 那我今天就再把它 比較詳細地深入地再講一下 那從這個地方 我們靜坐到底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其實就是輕輕地做著 鬆鬆地做著 緩緩地做你的呼吸 然後絕躁 呼吸跟你身心的關係 然後靜了以後 靜了以後 那就連那個也不需要 不需要 這個作為所觀靜的 都是一種方便 我們緩我們的呼吸 其實也是一個方便 緩身體的起落 也是一個方便 緩就注意了 注意這個呼吸 在你身體裡面的運作 也是一個方便 因為為了要培養這個能 就知見這個能力 慢慢讓它穩定清楚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讓它不清楚 現在要慢慢讓它再清楚來 清楚來它本來就清楚 我們是恢復它的清楚 不是把它造成清楚 恢復它的清楚 要恢復它的清楚 就把干擾它的 或者根本就是錯用它的 慢慢要放掉 慢慢放掉 它整個的功能就會顯現出來 你就可以體證到 就親切地認知到 這時候我沒有認的東西跟我對起來 沒有什麼東西都清清楚楚 但是都沒有對起來 這時候你就對了 不是到最後什麼都沒有 如果什麼都沒有 那就有問題了 就好像太陽 它在造 它有造的功能 什麼都清楚 怎麼會什麼都沒有 一樣我們心用太陽來比喻 還蠻貼切的 就是說很容易講得清楚 然後只要是它所造的都不是它 它也就是說你所覺知的對象都不是你 就這樣一層一層的拖 隨緣拖 你心跑到哪邊去了 就從那個地方拖 你心用在 你心用在 黏在什麼地方 就從那個地方拖 所以這個 寓言故事裡面就會 解靈歡息 細靈人 這個寓言故事 其實也是修行的 一個寓言故事 你黏在什麼地方 你把自己綁住了 你當然就要想 自己想辦法去把它解掉 不能假手於人 什麼造成你的執著 困擾 就從那個地方把它解開 那不斷地解 不斷地解 到最後就真解脫了 你把細符綁著你的松 脫了以後 你就解脫了 所以我們說鬆綁 還沒有打開之前 至少要鬆 鬆一點 不要細得那麼緊 細得那麼緊 就是你的心已經 執著的不得了 而且甚至情緒都已經上來 這時候就是不僅僅綁起來 而且綁得你很痛苦了 如果這時候還不曉得跳開 那其實是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一件事 也就是說你修得再好 如果常常犯這種錯誤 那其實你的過失會比你的功德大 就已經起煩惱了 就強烈的貪吞吃慢儀 情緒都上來了 若癌不曉得緩解 那真的撐著火 一點點的心火 就能夠了言 所以千萬不要發展到 那些強烈的情緒 那是破壞我們的功德很大的因素 再講實際一點 譬如說你在這邊做得好好的 那突然肚子餓了 你很有可能就憎悟了 你突然肚子餓了 那就去找東西吃了 就爬起來 然後就去找東西 那一下子就被貪了 被貪給帶走了 所以隨便一個貪身吃都很要命 你一定要慢慢地學會 就是不為所動 不是要否定它的存在 不為所動 我尊重你 也就是尊重自己的習氣 產生了這麼一個想吃的念頭 想動的念頭 想放下腳的念頭 想離開那個不舒服的感覺的念頭 那都是慣性的我 這個慣性的我 小的不突破不行 我一定要想辦法突破 你定力就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就越來越有辦法了 所以修行其實就是轉習氣 轉業力 轉我們的知見 轉我們的反應 這個才是真正的在修行 修行不是要去累積什麼 修行其實是要放下什麼 我們本來就很富有 不需要累積任何東西 我真的可以告訴你 你只要好好的修 你福報一定很大 一點都不缺 我的福報就很大 我如果敢跟人家要 沒有人會說NO 到目前為什麼我還沒有膽量 因為也沒有那個功德 所以你只要好好修 真的只要好好修 一定很大的擁抱 因為每一個人 再大的福報都想修 福報越大的越想修 但是他不一定會付諸行動 他就會可能變成布施啊 什麼種種的 就是這麼多人為什麼會要去奸 這大七天這樣 甚至不是捐錢 也就是建一棟寺廟啊 建一尊佛像啊 都是基因那樣子的理念 因為每一個人都曉得自己沒有解脫 自己可以再更往上 所以就突破 突破現有什麼意思 就在既有上面 在往上 絕對不 如果被既有的東西 就把你安頓了 把你束縛了 那你就被埋在裡面 所以 這一份要解脫的動機 要自在的動機 永遠都是我們心靈深處 也就是真正的心的動機 真正的心 當然知道 一切本來是解脫 為什麼搞得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偶爾有時候 我們會心裡面悲從中來想哭啊 覺得我怎麼這個樣子 那其實都很自然 就你的良知 你的佛性在告訴你 不能停留在這種境界裡面太久 有需要再改變 有需要再突破 有時候我們會莫名其妙 也不曉得為什麼 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說 又他已經在哭給你看了 你還不曉得他在哪裡 還是要往裡面去不斷地探討 到底我們被什麼綁住 什麼讓我們不自在 什麼造成我們的煩惱 一定要好好去處理 面對 那我們坐在這邊 其實就在處理真正的問題 剛剛不是說外面的不是你嗎 你坐在這邊 所有的反應 受想形式都是內在的問題 都是具體存在的問題 好 我感覺到痛 痛不是那個感覺吧 我知道我在痛 痛不是那個我 不是那個知道 所以他 又是知道之外的東西 還是不是你 還不是你 對不對 如果這樣 一層一層的去讓他透露 你就真的熬過來了 你沒有被痛帶走 慢慢痛就自然就超越 就消失 剛開始學靜坐 靜坐真的是很大的壓力 很大的製造麻煩 但是你做到一段時間以後 自我突破 你會發覺越來越棒 那時候只有做十分鐘 腰痠被動 現在做半個鐘頭 還輕鬆自在 你會發覺自己真的已經 慢慢越來越自在 所以所有的自在 其實又是從痛苦裡面顯現 從痛苦裡面超越 你沒有熬過那個痛苦 就不可能有自在 什麼都一樣 無印通通一樣 射受想形式 通通一樣 你可以有動機 但是到最後必須是 這個到底是誰生起這個動機 我想怎麼樣 到底在哪邊 這時候就需要去把它分析一下 我想怎麼樣 變成被你看到了 我想怎麼樣 又不是你 還可以再往裡面一點 所以從五印都可以 回溯到真正的你 因為五印是由這個心 所展現 五印是太陽 所發出來的光線 那它是光線 不是太陽本身 是太陽的光線 那五印是心的光線 心是太陽 五印是心的光線 那射受想形式 結果建文秀堂 覺得通通是太陽的光線 也就是心的作用 心放射出來一種功能 這種功能會產生什麼 當然一般來講 就是會去跟相 跟它相對應的鏡 來配合 那在這裡面 我們又忘了我們那個心 結果事就加進來 跟陳一碰觸 事一加進來 就變成三個和好 就結合起來 就分不開 就著想 那這裡面 如果是舒服的相 那就是高性的相 如果是不舒服的相 就是痛苦的相 就完全不能解透了 高性的相越嘆 越想得到 不舒服的越想逃離 所以就越來煩惱越重 越來越不安 所以我們這樣子慢慢去分析 其實本來它還蠻清楚的 那不要主客意味 到最後客人變成主人 主人變成客人 那個派出去的那個業務 到最後都比老闆還大 他說了算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有公司這個樣子的嗎 那個業務經理說了算嗎 當然在他的全力換 為他說了算 但不在他的全力換 他就不能隨便說 一樣的 我們見分秀堂覺知也是一樣 讓你知道它是什麼 這是你的本分 但你喜歡不喜歡 已經逾越了你的權限 這個應該交給後面的老闆 要跟不要 不是你能說 那一樣再細一點就是六四 其實都是仆人 都不是老闆 六四不能決定什麼 他們只有道理去認識什麼 不能決定 好壞善惡 那個都不是他們能決定的 因為一弄到好壞善惡 就跟煩惱有關了 就很自然就會產生煩惱 所以我們其實慢慢的拖 拖到最後真的 我昨天講過往裡面找不到 往外面顯現可以顯現一切 所以那個心真偉大 我們的心真的偉大 而且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你的心跟佛一樣偉大 你的心跟我一樣偉大 我的心跟你一樣偉大 我的心跟佛一樣偉大 叫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指的就是他的心 他的本性本來就沒差別 但是顯現出來的差別太大 因為每一個等我的註解 都是你自己在註解 你的心在定義你的這個我 但是我們現在都被錯誤的心給定義了 真正的心就被錯誤的心給埋葬 請了一個不好的將軍 反而綁架你一樣 所以好好的静坐 好好的突破 好好的訓練你的健文修郎覺知 慢慢的所謂的都射六根 然後把這個本來分出去的都交回來 我們討論一下開個會 達成共識 我現在要把心全部放在什麼地方 這個叫自心益處 能夠把所有的能夠見 就是知見的這個功能 然後集中起來 要去知見什麼外境 必然都會很清楚 因為能量夠 指的功夫夠 定的功夫夠 要去認識 要去觀 對境 就變得容易 所以就容易造見實相 那如果說我們都用那個散亂的心 仆人當老闆跟你亂開發那個支票 到時候老闆就要倒閉 那我們現在就老闆倒閉了 所以再溜到裡面輪回 被關起來 被折磨 所以老闆倒閉了 隨便人家欺負了 老闆在哪裡 老闆長得什麼樣子 老闆本來跟法界同體 不爭不減 你的心一點都沒有小於法界 如果你的心小於法界 那就不是究竟的心 就有限的心 好好去思維 所以為什麼成佛是成就無上正能正確 不是成就某一尊 某一個現象 某一個地位 不是 真正的把心徹底的裸露出來 顯現出來 開發出來 所以才有今天我們2500 六百年以後 還有這麼一群求道的 有心想解脫的人 還是會跟著學 這就是佛陀無限的地方 那只要我們好好學 就可以把這個佛法一直傳承下去 只要我們好好學 只要我們好好學 佛法就可以在我們的身心上 生生世世都可以好好的運用 一直到執政菩提永歸一 就一直到正能無上正能正絕 我一定永遠歸一山堡 歸一佛法 歸一佛法 歸一山之世 否則我們就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求道者 真正的瑜伽士 真正的沙門 好 繼續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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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